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接受美媒CNN訪問 公開親自擔任旁白的感人影片 這就是我的家 這就是我的朋友 這就是我的狗 細數戰火下 國人痛苦 控訴俄羅斯挑起戰爭 讓烏克蘭人民活在失望與恐懼之中 心生的傷口每天都在流血 但緊接著他對比過去和未來 激勵烏國人民別親眼放棄 向國人喊話一起撐下去 烏克蘭將迎來勝利 這片土地會有新的建設 新的夢想 新的故事 而逝去的人們會永遠被記得 透過影片傳達希望與正面樂觀的信念 呼籲全球各國團結起來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澤倫斯基另外還透露 開戰以來自己沒有和兩個孩子多說 但他們什麼都明白 也知道烏克蘭為什麼而戰 澤倫斯基他身為烏克蘭的總統 他告訴大家 在這一場戰役到現在 他一秒鐘放棄的念頭完全沒有過 我們看到他不斷在喊話 希望跟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好好坐下來談判 澤倫斯基說 早晚我們都會談判也許是在耶路撒冷 他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地點 那這個其實普丁呢 已經好幾次對烏克蘭下最後的通牒 波澤倫斯基說 你必須把我們全部都殺光 這個最後通牒才會有效 那他也繼續說了 跟俄羅斯的任何協議 都必須要由烏克蘭的人民公投決定 人民必須發聲 他們到底同意妥協什麼 那到底第四輪的會談 進行的有沒有順利 兩國的總統有沒有機會坐下來談 這個克里姆林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是說 談判的進展程度不如俄方所預期的 因為都是受到烏克蘭方面的情勢發展 所主宰 好 我請教一下尾山喔 目前這個俄羅斯這邊說 談判不如預期 都是烏克蘭嗨啦 所以回絕了這個短期之間 兩國總統坐下來談這樣子的協議 俄羅斯是發兵的這一方是出兵的這一方 所以他勢必不可能這麼軟 就直接說他要和談 他一定是希望烏克蘭更軟 但烏克蘭現在已經非常明確的聲明 就是他的談判 所有的這個前提 都是要在公投下進行 但我們也知道公投基本上 是不可能進行了 因為整個烏克蘭都在戰爭當中 那難民也談到其他國家了 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公投 真的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和解喔 那所以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當然我們都希望兩國儘快的可以協談 那這樣當然對於平民來說 傷害是可以減到最低的 不過我們從這個裡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這個所謂的戰爭的這個宣傳片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現代的戰爭 不只是科技跟武器上要很強 其實新戰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這個這個一環 那孫子兵法之前就有講過說 在兵法裡面上上策是說 你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招 那我想在這個裡面 普丁當然是他已經發動戰爭 就沒得談了 那所以就會繼續的看有沒有辦法 往下一個階段談判就來進行 但回到中國來說 我們會看到台灣跟中國之間 就是一直以來就是處於這個 新戰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中共一直在跟 我們台灣國內的一些政治團體 比如說國民黨一直在進行唱和 我們會看到他們不斷的 國民黨內也不斷說什麼 我們不能去惹怒中國 不然我們會成為俄羅斯的 的這種類似這樣的情境 像烏克蘭這樣子的這種 未來的這種狀況 可能會引發戰爭等等 那希望我們不要去跟中國進行衝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呼籲說 其實台灣必須要有獨立自主的本錢 比如說像曹新城 他也很明確的說 兩國論才是保護台灣最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如果是兩國的話 當台灣遭受侵略 全世界都有這個機會跟理由來保護台灣 可是如果我們只是在一個內政上的層次 比如說在如果說我們像新疆 像西藏甚至像最近的香港一樣 那我們就會完全是處於中國的制衡 這樣的一個比較被動的角色 那所以我們國內也一定必須要在這個心理的層面上 一定要建構起這個長漢的心理素質 我們一定要知道當我們未來如果面臨同樣被大國欺負的狀況 我們要怎麼樣來保衛自己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來捍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那我覺得這個是從現在就要開始做起的 那不能夠從之後再來做 但我覺得共產黨其實蠻厲害的 其實就我覺得他這次也會去觀察 這一次烏惡的這個狀況 他會不斷的來修正 你會看到共產黨當初還在 國民黨還在大陸的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在聯俄融共的期間 這個共產黨一直是潛伏在這個國民黨的內部 那直到有一天國民黨弱化之後 他就把他吃掉 那當初這個中共他也是用一個騙數來欺騙美國 說他不會想要成為世界的強權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當美國後來 他可能把他的觸手伸到中東等等 去維持世界和平的時候 他的整個力量沒有在亞洲顯現的時候 中國馬上就想要崛起 想要取代中國的角色 所以就我相信這一次台灣還是不能太大意 即便我們看到烏克蘭強力抵抗 我們非常的振奮 但是我們還是要知道 相比於俄羅斯 我覺得中共更是一個知道 怎麼樣改變自己的這樣的一個政黨 或者是獨裁政權 所以我們也一定要更加的小心 那心理素質 我們一定要繼續的強化 是 這一場戰爭 其實剛才偉山有講到 這真的是多方面的 尤其委員 我們剛才所看到 澤倫斯基他自己 總統親自下去配旁白剛才的那一支影片 真的大家看到是覺得非常的震撼人心 一方面播出這樣子的影片 澤倫斯基也是希望可以激勵烏克蘭所有的人民 繼續來奮勇抗敵嘛 所以可以說新戰真的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對 我想我們可以看到戰爭現在是很多元的 他不是只有軍事戰爭 他有很多的認知戰 很多的心理戰 還有很多的我們甚至於通信戰都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澤倫斯基 他人家以前開始都笑他 說他只是一個喜劇演員 現在變成了戰爭英雄 為什麼 他就很清楚的描述到 俄羅斯出兵 這是名不正 言不順 言不順 事不成 所以為什麼講說現在全世界對抗俄羅斯 就是因為你那個殘暴的心態 去屠殺平民 屠殺小孩子 屠殺醫院 這個都造成全世界的共憤 所以他已經變成全世界的公敵 全世界人民的公敵 所以你看 你是全世界公敵 你這個戰爭怎麼會打得贏 所以就出現大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澤倫斯基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不管在哪一個國家發表的言論的時候 甚至現在拍片的時候 這宣傳戰我認為做得非常好 讓大家感覺到說 聽他自己去 感同身受的感覺 我們要怎麼轉 大家就會去抵抗 所以現在為什麼全世界武器會到烏克蘭 為什麼所有的科技所有東西都進到烏克蘭 不是只有錢而已 所有的物資通通進來 那個就是什麼叫對抗俄羅斯 所以其實到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俄羅斯已經輸掉了 烏克蘭已經打腎臟了 打了27天本來三天就要兼滅 27天是九倍的時間 而且越打越勇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想說我們現在很重要就是節心 節心勝過舔共 節心勝過打戰 當你的人心說我們要站在一起 為我們自由民主的時候 要對抗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的時候 那一種力量是得到全世界一致的認同 況且台灣 我們知道台灣當然沒有路跑 也不能說把老幼送到隔壁國家 沒有地方去 旁邊就是台灣海峽和太平洋 況且我們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就奮力一戰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在海上打戰 在沙灘打戰 在高山打戰 在城市裡面要跟你向戰 我們人民有這種節心的時候 我相信沒有人敢欺負我們 況且台灣的武器說真的 尤其是我們的灰彈 部署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只要說我們的節心 保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保障我們的自由民主 全身跟我們站在一起 況且台灣那很多高科技 比如說晶片 俄羅斯現在發現到說 台灣不供應 供應晶片 台積電不出給他們 他不給他們 他現在戰爭後來出現問題 出現問題 台灣現在全世界都在靠台灣的晶片 所以我們這個富國神山在的時候 台灣不可能被任何人來欺負 因為欺負全世界都遭殃 所以那時候只要是我們維持的 對的立場 我相信台灣就會有安全的期待 是 決心真的是戰役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實看看烏鱷的情勢 再想想現在台海的現狀 當然會有很多人會擔心 就像是聯電的榮譽董事長曹新成 他最新就喊出了 保衛中華民國需要兩國論 好 這樣的說法 大家同不同意呢 現在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